中国有着非常严格的环保标准 而这台发动机在欧洲的时候 是重量轻容易加工能够做出更复杂的造型 如果是金属的框架的话成本会更高一点会更难制造一点 但是金属的韧性还是会有的 发生了非常小规模的碰撞的话的确会好很多 然后我们继续向后看的话会发现一个不太寻常的东西 我们能够在下方拆开护板的时候 清楚的看到副驾驶的重量更细一些 主驾驶的重量它有一个加强筋 也就是意味着对于主驾驶这次的碰撞有了一种偏颗的形式 碰撞测试也是越来越严格的 因为以前只是撞主驾驶这一侧的25%现金碰撞 而现在的话两侧都是要撞的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两侧同时加强 但是像这种还在单侧加强的其实不是很多了 好 那我们继续向后看 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相同部分了 右地壳是这种冲压钢板的形式 然后后面是放油螺栓 前侧是基率的位置 下面还是一个护板的 护板就是一个普通的塑料板 没有额外的开孔 如果说想换机油的话 是要把护板完全给拆下来才可以的 我之前是有台老高四的下面的护板 真的是一个纯钢的护板 别提有多沉了 但是也是贼抗噪 之前开高四的时候 我应该特别深 这个路就到这了 前面是能过的 下面有一根电杆子躺立起了 我就往前开 那个电杆子都是一边细一边粗 细在这块过去了 等往后 嘎 把地盘给拉了 我说这怎么办呀 往外退吧 挥了下面是纯钢的护板 一点事都没有 变形都没有 就要是划根 隔着现在塑料护板 八成就得碎 所以说对于这台车也 下面的这块没有衡量 所以说对于放纵机的油底壳 这块没有额外的保护 我之前那种莽撞的行为 不要在这台车上面再去冲件了 是因为下面没有保护的 当然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块纯钢的护板 被这种塑料护板所代替了 之前的纯钢护板 想自己换油 必须是两个人 所以说这个的确有利有弊 像这种换机油的话会更方便一些 好 那变动箱这块 我们也不再去多说了 是七速的干式双离合 的确之前大众的双离合 就出个问题 尤其是早期的一批双离合变动器 到现在为止 如果还在开的话 90%以上都是出现问题的 什么床档 什么哆嗦 这个都是有的 随着技术的变更问题的解决 现在正常使用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呢 干式双离合 唯一的缺点就是 散热是不够好的 如果说你堵车堵得特别厉害的话呢 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因为七速干式双离合变动器呢 它的逻辑是一档用的很少 低速去行驶的话呢 你会发现一档二档一的二档 是平缓的去交替的 所以说时间长的话呢 的确会有这种过热的可能性 如果呢 小伙伴在意的话呢 可以试一下挂架S档 让一档呢 用的更多一些 会减少换挡的频率 辅着架呢 是一个双层传达钢板的形式 并且是一个一体式的辅着架 这也是MQB平台 非常标准辅着架的形式 并且呢 齿轮齿条 包括转向电机呢 也是在辅着架的上一侧 还是有一个铝瓦去进行隔热的 它的传统轴呢 不是一个等长的半轴 副驾驶这一侧呢 会更长一些 主驾驶会更短一些 万象节这一块呢 是有相应的橡胶的 并且这一块橡胶 其实和一排气也是很近的 所以说呢 大众的工程师呢 也是加了一个塑料片呢 去进行相应的隔热 悬挂系统呢 依然是非常标准的 麦弗逊式的悬挂呢 它的下摆壁呢 也是标准的 单层传扬钢板的形式 那相不同的是呢 我们在其他的一些MQB平台上呢 在下面看到一个塑料的护板 这台车上是没有的 如果在意空气动力学的话 为什么这台车上没有 对于这台光光之导价 是609的速腾 下面没有这个护板 这台车呢 不便宜了 起码说让人从下面一看 哎呦 双层的 看得特别厚实 仰角呢 是铸铁的形式 刹车盘呢 是通风盘的形式 刹车卡钱也是单活塞浮动式的 转向拉杆的部分 下面的螺杉 有非常明显的秀的痕迹 粉筋杆里边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的螺杉 也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侧也是转向拉杆 螺杉是有生锈的痕迹 其他的位置呢 都是OK的 下摆壁和球头的连接 也是通过三颗螺杉连接的 像这种形式呢 是比较容易更换的 轮胎呢 品牌是韩太轮胎 型号是205 55 R17 91 H 是H级别的轮胎 说不过去啊 鸟说是个捷达呀 桑塔纳呀 什么的 你用H轮胎呢 摇摇牙呢 也就过去了 但是一气大众 A级轿车的扛霸的 用H级别的轮胎 有点说不过去的样子 那我们继续向后的话呢 就是整个底盘的部分了 那这台车呢 底盘跟传统的MQB呢 是一样的 平衡度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呢 前侧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护板 后侧 还是有一小块铝板 铝板的上侧呢 是颗粒捕捉器 颗粒捕捉器 这块也是老生常谈了 的确呢 大众的车型之前 有过大面积堵塞的情况出现 对于4SZN 无非就是主动和被动式的再生 其实就是用高温 把里面那些拦截住的颗粒呢 给烧掉 其实理论来说 在日常驾驶中呢 就是可以去完成的 但是这台车的颗粒捕捉器呢 离三约是比较远的 温度传递呢 也不会那么的快 所以说这种相对而言 比较远的颗粒捕捉器呢 我们在日常使用中呢 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时不时的呢 跑一些高速 并不说让你跑多快 而是让转速拉的高一点 让热量更多的向我 传递一些进行再生 如果说你频繁的低速 驾驶短程 然后冷启动等等啊 还是会有这种堵塞的风险的 但是不得不说呢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 尤其是自主品牌的发动机 天生就是没有颗粒捕捉器的 为什么很多的合资品牌的车 反而是有颗粒捕捉器的 是因为中国有着非常严格的环保标准 而这台发动机在欧洲的时候 其实不符合中国的排放标准 但是呢 它又得卖到中国 怎么办 工程师一拍脑袋 颗粒捕捉器啊 因为颗粒捕捉器这东西吧 不新鲜 柴油车 基本上都有颗粒捕捉器 这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 装了一个颗粒捕捉器 但是呢 你装吧 装的聪明点也行 因为我们看到过很多的车 特利捕捉器是在三元的下一侧 离得很近 这种就是非常友好 因为三元就是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温度 才能够去正常工作 工作的时候 它是烧的通红的状态 这种温度会更容易传递到特利捕捉器 所以说它会更好一些 更不容易堵 因为再生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依然会看到四根管插在两侧 分别是压叉法和温叉法的方式 全用上了 是因为它们心知肚明 读的可能性比较高 怎么办呢 多加点传感器 很多的颗粒捕捉器 离三元很近 就用一个温叉法或一个压叉法的测量方式就够了 这块就聊这么多 我们依然会看到 两侧是有相应的护板的管线 是在塑料护板的内侧 排气的隔热 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整个驴瓦从前到后几乎是没有空出来的地方 好 这块就不再说那么多了 继续向后 依然会在中央的部分看到有一根横梁拉一下车身 好 继续向后 这个是中段的消音器 后面有一根钢管拉住后面的车身 再往后就是油箱的部分了 竖纸的油箱 前方并没有额外的保护 继续向后的话就是整个后面悬挂的部分了 后面悬挂用的是独立式的悬挂 标准的三横一纵的形式 最主要的支臂是一个单层冲压钢板的形式 和辐车架去相连接 当然辐车架也是一个全框型的辐车架 仰角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式 我们再往前看 是一个单层冲压钢板冲压而成的第二根支杆 然后再往上一侧 是双层冲压钢板冲压焊接而成的第三根支杆 纵向单层冲压钢板 也是我们俗称的刀臂 是一个标准的多链杆的形式 在这块跟小伯去唠叨一下 宝莱和速冲这台车 因为宝莱是一个扭力量的形式 首先我要定义 多链杆肯定优于扭力量的 这个是从物理层面决定的 多链杆的极限是要比扭力量的极限高的 当然这后边还是有调教的本事在里面的 是因为多链杆轮胎上下浮动的几何图形 就明显要优于扭力量 舒适度也会更高一些 当然这个舒适度并不是说我们压了一个什么隔地带 哎呦这车舒服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多链杆的舒适度是在哪 独立旋观就是这边动跟这边的动不干涉 如果说其中一侧压了一个坑了 车身是可以保持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 理想状态什么呀 四轮都是独立的 下面不管说什么这有一坑那有一坑 车身是不动的 这个叫做相应的舒适度 有些人呢就会认为啊 哎呦这车开起来跟奥迪宝马一样 不可能没那么夸张 它的舒适度是指车身的舒适度 而我们觉得下面是厚重感的强啊 这个韧性好啊 并不是悬挂形式 而是弹簧的强度 避震器两极伸缩的韧性 包括说所有连接的橡胶软硬度 这些决定了震动传递到车身的感觉 其实我想说什么并不是说多连杆就一定是顶到头 没有那么夸张 扭力量就像垃圾一样也没有那么夸张 它们是有区别 但是这个区别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 还是要看车的价格 包括说对于车的一个要求是什么 你说哎呦我就是必须要体验这种车的高稳定性 那就肯定是多连杆会更优一些 当然呢后面一定是牵扯的 还有你调教的问题就是说相同本事调教的这样一个工程师 你放心多连杆调出来就一定比牛粮比较强 好 这款车盘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 我们再看一下刹车盘 后边是一个标准的实际盘的形式 轮胎跟前侧一样也是寒胎的轮胎 H级别的 我们继续向后的话 我们也会看到底盘喷毒也是比较完整的 包括说左侧排气的部分 隔热做的也是比较完整的 好 这块就是这台车在底盘部分 请跟小伙伴去分享的这些 那么现在也是回到车前看看这台车在底盘部分 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 好 那么现在就来总结一下 这台车在底盘部分的得分 我们底盘的满分依然是55分 满分55分的情况下 一气大众的速腾 它的得分是29分 同样我们还是看一下我们之前保来的分数 在底盘满分55分的情况下 它的得分因为后悬挂的问题只有22分 除了后悬挂的形式之外 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的保来和速腾都是MQB平台的产物了 但是如果说你往前去推的话 保来是在PQ34平台上面打造的车型 速腾是在PQ35平台上面打造的车型 当时的速腾在德系中 可以说是首次真正在AG轿车上面 使用多连杆的一个车型 当时的速腾其实是很高端 包括说也是很贵的一台车 甚至在那一个年代 宝马奔驰在某些层面上技术 可能都没有速腾来的好 其实速腾这个名字在德国是没有的 德国这个车型就较多 捷达 现在已经是进化到了第七代的捷达 是在MQB平台上面生产的 而上一代的捷达 又是第六代的捷达 依然是在PQ平台上面生产制造的 这个时间线我要唠叨一下 高尔夫之间的一些关系 高尔夫和捷达的关系 其实就是同平台下 一个两箱车 一个三箱车 对于小伙伴比较熟悉的 宝来其实是在PQ34平台下面的三箱车 而PQ34平台下面的两箱车 就是第四代的高尔夫 以此类推 当然了中国第五代高尔夫 是没有国产的 只有极少量的GTI的车型 在路面上是能够看到的 我为什么要聊一下高尔夫 是因为从时间线上来看的话 会看到德国大众 对于这两台车 一个不同的态度 或者叫做一个重视的程度 高尔夫到现在为止 已经进化到了第八代了 第七代和第八代高尔夫 都是MQB平台上面打造的 而捷达 中国叫速腾也好 还是叫什么宝来也好 只是一个名字的关系 在MQB平台上面只有一代 以往的大众车型全新换代 基本上要用 大概是八年到十年的 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会看到 第六代的高尔夫 是2008年生产制造的PQ平台 而在2012年隔了四年的时间 就让高尔夫在MQB平台上面产生了 第八代高尔夫 这个时间线基本就是正常了 是2019年 也就是时隔了七年的时间 从第七代的MQB平台高尔夫 进化到了第八代的 严格来说叫做MQB EVO的 这样一个平台 反观捷达这块来说的话 第六代的捷达是2010年开始生产的 和第六代的高尔夫的时间 基本上是相稳的 但是捷达一直到2018年 用了八年的时间 才在MQB平台上面去打造 高尔夫和捷达现在是差着一代 高尔夫现在还是德国生产 捷达是墨西哥生产的 其实你去欧洲的话 尤其是去德国的话 基本都是两箱车和旅行车的一个天下 捷达这种三箱的轿车 更多的是在北美市场 包括说墨西哥市场生产的 包括说第七代捷达 也是在美国的北美车厂上面 首次亮相的感觉吧 就是捷达吧 注视程度没有那么高 在这台车上大众现在主流的一个数字化平台 这些配置都是没有的 它的确在德国这块就没有相应的更新 是因为他们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高尔夫这个车型上面 今天国内的这台速腾 也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跟现在全新的高尔夫 的确是有非常大的差别 差着一代 速腾而言 在很多小伙伴的心里面 还是一个好车的这样一个样子 因为不否认速腾在第五代平台 就是PQ45的这样一个平台 可以说在当时是A级车里面最先进的一台车 但是到今天MQB平台的模块化的平台里面 就会傻傻的分不清了 明天就是这台车最后一个换点 就是前后门的防烧梁和甲全那样事 好 今天大标车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说自己做出大名画 当然也是那个这位说 真正画的大名画 那我们这台速腾的甲全部分我们再见 拜拜